硬科技周报第44周 偶尔完成四代测试 国内DPU芯片企业新起源 完成数亿人民币颇A6亿融资 硬科技全球投融项目 共收入45起 国内融资34起 国外融资11起 从融资领域来看 国内半导体领域发生13起融资 位居第一 新能源领域发生融资6起 位居第二 国外自动驾驶领域发生融资6起 位居第一 智能硬件领域发生融资3起 位居第二 国内投融资方面 DPU芯片企业新起源 完成数亿人民币的铺位A轮融资 晴能与燃料电池产业企业 清兰时代完成A轮融资 自动驾驶企业Moment完成 C加文总计5亿美元融资 国内晴能与燃料电池产业企业 深圳市清兰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A轮融资 本次融资由中国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领头 上海深能能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跟头 开创了央企国家级基金首次投资 清能与燃料电池产业 民营科创企业的先河 目前 清兰时代推出的全举阵自主知识产权 清燃料电池系统产品 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城市公交 旅游客运 重型卡车 城市物流 轨道交通 船果等交通产品 并正在电力 工业 建筑能领域拓展清能创新应用 新起源成立于2015年 由硅谷知名华人技术专家卢生先生创立 是一家针对超大规模电信和企业级的智能网络 提供基于国产自主 DPU核心芯片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 泰媒体腾黑斯数据库是泰媒体集团旗下独立 精准 高效的专业股权投资信息平台 服务包括一级市场研报 企业数据查学服务 股权众筹项目拆解服务 线下创投圈层服务等业务 报告目前已在泰媒体VIP专业版全面上线 请不含